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因素Kimber 创始人 在一次跟一个中年妇女咨询的过程当中发展出来的 这一个焦头烂额的中年妇女 她的先生刚下岗 还有三个小孩 在学校有很多问题 老师都打电话来通知她 好好的把孩子照顾好 不然不要让她来上学了 她自己的工作也碰到极大的危险 所以在咨询的过程有很多的泪水 很多的难受 很多的不堪 她说面对这个生活 你现在心情状况如何 来访者很印象深刻地说了一句话 她说什么 除非有奇迹发生 不然我的生活不可能改变 不可能得到救赎 除非有奇迹发生 不然我的这个悲惨生活不可能终止 这乍听之下 是一个很沮丧的人 说出一句无可奈何的话 对不对 除非有奇迹发生 不然我不可能得到救赎 可是音速Kimberg怎么去听懂这句话 打开新的可能 她开始问了 如果真的有一个奇迹发生了 你希望发生什么奇迹啊 这个奇迹可以怎么帮助你 解决目前的困境 你最希望得到什么帮忙 当这些忙帮的困境解除了 你开始会过什么不一样的生活 诶 无可奈何的一句沮丧的话 变成打开希望的问句 这就这么神奇来的 这叫奇迹问句 这很神奇哦 奇迹通常在最绝望的时候 最盼望 所以奇迹询问 最适合在你的来访者 绝望悲绝到底的时候 很适合用这个问句 蹦出一个亮光 好 因素怎么发展成这个问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她可能跟来谈者做个邀请 接下来我要请教你一个 很特别的问句哦 邀请你做一点点想象 你可以慢慢想 慢慢地回答 OK 我记得音素叫我们说 你的想象力好不好啊 我们再邀请你的想象力出来 OK 好 现在请你想象一下哦 某天晚上 你睡着的时候 有一个奇迹发生了 因为你睡着了 所以不知道发生了 你这个让你烦恼的问题 突然解决了 可是你睡着的不知道呀 可是你隔天醒过来的时候 你会怎么发现奇迹真的发生了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当中的哪些人 事物有点点不一样呢 如果你不告诉你的先生 他会从哪里发现 奇迹真的发生在你生活当中 OK 这就是奇迹询问 你感觉到这个奇迹询问 激发你内在最盼望 最想要的 所以我们刚刚说神灯巨人 那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很重要的提醒 奇迹的询问 在引导来谈者跳脱 惯有思考的一种邀请 我想我哪里不好 我哪里做错 我哪里悲惨 受害者的位置 开始跳到 奇迹真的发生 问题可以不存在 我想要的生活开始存在 那是一个特别的想要的情况 但是不是一定要来谈者 一定要相信这个奇迹一定会发生 而是换一个知觉 OK 引发想象跟相信 当这个奇迹生活描述的越详细 这个生活是可以改变的 而且我希望它发生 我要它发生 进入这个积极的信念当中 开启你真的想要的样子 好 这是奇迹询问 好 印竹Kimberg又教我们 我们当时问完之后 描述完奇迹之后 我记得我刚开始学着之后 就问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做什么呀 很多来谈者就突然问 奇迹很好 可是现在可以做什么 突然有个落差 所以 印竹教我们要三段式的铺陈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奇迹这个美好 不能灵光乍现 灵光乍现就没有吸引的能量 所以需要沉浸 在那个美好的时刻里 OK 沉浸在困境解决了生活可以改变的积极的知觉之中 所以你至少要让这个积极的知觉存在了大概五到十分钟 那透过什么手法呢 透过对来谈者来说重要的人的见证 可以是家人 可以是朋友 或者学生可能是室友 对不对 可以是同事 OK 重要的人 所以第一段 你的问题解决了 你身边哪个人也会跟着很开心 他会怎么发现 或会怎么注意到 这样的奇迹 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了 如果我们邀请他来说 他会怎么描述啊 让这个人来做见证 来好好描述 让这个情境更丰厚一些 一个不够 再问 这样的奇迹 对你的生活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他又会怎么说 这个美好发生呢 对你的生活 对你平常做的事情 会有什么影响 会有什么帮助 帮助是正向的暗示 影响是引导他去说出来 第三个 假如这个奇迹 持续地发生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对你的生活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暗示什么 这个奇迹不是灵光乍现 它可以延续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那个美好也持续多久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是不是进入到 积极的知觉当中 然后再接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改变最早发生的迹象 改变最早发生的迹象 要从哪里开始做起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样的过程当中 这奇迹满足了 好棒哦 我也想要在这里 可是从哪里做起 这叫做问 改变最早出现的迹象 好 我们来看怎么问哦 好 这是变形的问吧 除了问那个睡着了 还可以 有哪些东西可以帮我们问出 我们的盼望 刚刚说的 神灯 油灯 对不对 在回家的路上 一个不经意 你提到了一个古老的油灯 油灯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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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然后哄了一声 神灯就远出来了 你被吓到的同时 他跟你说 谢谢你救了我 我可以让你许一个愿望 这个愿望可以解决你现在 最烦恼的问题 你会许什么愿望 许愿 其实就是一个奇迹 对不对 所以透过神灯 油灯 可以许愿之外 我们什么时候也可以许愿啊 过生日的时候 假如是你今天是重生之日 要过生日 你要许个愿望 你会许什么愿望 流星经过的时候 你会许什么愿望 我们让那个愿望 许愿的状态可以 容易出来一点 设定那个情境 假如这边一个许愿池 你很虔诚地说你的祈祷 六一块钱 你会许愿什么 可以帮 这么引导一个人 长出愿望的过程 还有什么时候 有吗 还有别的时候吗 求神拜佛 宗教信仰的时候 你要做祷告的时候 你跟你的菩萨 跟你的佛 祈求的时候 OK 过生日 然后新年新希望 对不对 好 这很多时候 都可以说出 自己的期待 再来 魔法也挺好的 对不对 如果你跟哈利波特 或Gandal 甘道夫是个好朋友 超级好朋友 他知道你碰到的为难 碰到的困境 碰到的挑战 你希望他试一个魔法给你 你希望他试什么魔法 帮你什么 来一千万 太少了 两个亿 赶快学会焦点 OK 那一千万 两个亿 可以帮你什么吗 那你最想花 这两个亿 去做什么事呢 所以 我们可能会说 一千万 两个亿 是不符合现实 我们在乎的是 这个东西 可以帮什么忙 我们引导到 可以实践的方向去 不要在 合不合实际的地方 再打转 OK 好 这是个 换个方式问 也可以问出奇迹的方式 好 改变最早出现的迹象 可以怎么问呢 我们来看几个 第一个 明天醒过来的时候 你发现你跟你的女儿关系 完全像你希望的一样了 那你猜 第一个 第一个 迹象会是什么呀 这个愿望实现了 可是实现的第一个 最早可以注意到的迹象是什么 这暗示者 改变从哪里开始 从这个第一个迹象开始 所以我们咨询的任务就是 想办法在这一次 怎么让这个第一个迹象 可以在回去当中 这一周 下次见面之前 变成回去练习的功课 第二个 如果奇迹真的发生了 最先出现的小小改变 会是什么 是同样的逻辑 第三个 如果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 你注意到的第一个差异 会是什么 如果你跟某某某和好了 你做的第一件事情 会是什么 如果你愿意真心 为自己的健康 而努力 你可能做的第一件小小的事情 会是什么 我们在修行阶段的时候 会在讲 为什么改变最先出现的迹象 而且讲小小的 就那个迹象 因为一个事情 一件事情 而不是同时做很多事情 可以做容易做的开始 焦点非常强调 不要用容易的方式 启动你的改变 维持你的改变 不要第一步就做太难的事情 好 那我不晓得在座各位 现在你对奇迹询问 假设架构里面的奇迹询问 你目前的掌握 有没有什么疑惑需要提出来跟我讨论的吗 其实说到奇迹的时候 我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 因为有很多人他梦想的那个奇迹 你一听 它有可能是不容易出现的 比如说天上就掉下了两个亿这件事情 那我有感到最高兴的就是 老师接下来的一句话 我特别受益 比如你有两个亿 你最想做什么呀 也许他的那个奇迹 就是他后面想要的那个东西 只不过他用了一个不太现实的 能够辅助他达到他真正愿望的东西 看成了他的一个奇迹 这是很好的澄清 不切实际的奇迹 怎么样去处理这部分 刚刚说的 如果天上掉下两个亿给我 你走认知学派的 可能会跟他怎么说 就是不合理的信念 可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部分 他好希望有这两个亿 他可不可以有这个希望啊 可是我们更了解的是 他很希望这两个亿可以帮他什么忙 他可以开始去做什么事情 他开始过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这两个亿只是其中一种手段 我们要搞清楚他生活的目的在哪里 真正渴望要做的事情 过什么样的生活 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藉由这个桥段 如果真的有这两个亿 你现在很希望开始做什么事情 这两个亿可以帮什么忙 这个要做的事情才是重点 那我们很巧妙的 不用去指责他 不用去骂来访者 跳过去 如果要做这个 除了两个亿可以帮忙 还有什么方法 也可以帮上你想做的这件事情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很巧妙的 回到实际的层面 而不是一定要透过两个亿 才能做到这里来 OK 所以我们焦点 有一般我们的咨询技巧 有两个技巧 在咨询当中 焦点的咨询当中 不需用的 一个叫面值 挑战 我们那么相信来访者 所以他拥有这个希望 我们就去听懂他 了解他 这个希望想要带来什么 所以不需要去面值 因为我们要跟他合作呀 他愿意告诉我们要两个亿 我们就去听懂两个亿 要干嘛 只是我们用巧妙的方法 知道他要干嘛 不一定要通过两个亿 还有别的方法 更合乎实际的方法可以做 另外一个技巧是什么 是焦点不会用的 叫做诠释 来访者是他自己生命的专家 最懂他的人是谁 是他自己 而且我们要想办法 让他更懂他自己 当一个人可以 更完整的 统整的 好好说自己怎么了 他就是最懂他自己的人 所以我们铺陈很多机会 让他有机会 好好地描述 跟整理自己 就是我们所谓的 not knowing 我们是个未知的态度 邀请来访者 说出他对自己的了解 说出对自己的发现 所以比较是启发式的引导 然后说出来之后 这些东西就看见了 能量 资源 就在他的身上 所以教授 不用面指 也不用诠释的技巧 因为跟他的哲学观 是相违背的 好 所以当来访者说了一些 在现实层面 不太可能实现的奇迹 不要气馁 不要急着说 这不可能 而是去听懂 这个期待里面 藏着他很想要的东西 是什么 OK 我们刚刚说的嘛 这个奇迹不是一定要 他非实现不可 而是引导我们进入一个 积极的知觉当中 问题不存在的状态是什么 非问题存在的时刻 我们讲焦点是一个加法 就是问题不存在的时候 多做一点点 问题不存在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好事啊 多做这个好事 你就问题就不存在 多做一点 你原本就会的事 多做一点 会让你问题不存在的事情 传统的咨询叫减法 因为你做错了什么 不要再做 减少 OK 那加法是做一点 让你有能量的 会让你生活带来美好的 幸福的事情 再多做一点 好 我不晓得各位 还有没有什么 想要继续探讨的 老师 这个三段式承接与回应 实际都是顺下来 为了寻找当事人的 这个咨询目标啊 或者看到的自己 都是这样是吧 我们来顺一下这三个部分 你所谓的三个一定要问这三个吗 是吗 还是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 问这三段式也是为了寻找 这个来访者的这个咨询目标是什么 奇迹其实指引着目标的方向在哪里 我最渴望最渴望过的生活 其实 对我来说 焦点提醒的目标 就是来访者 渴望过的生活 这是大目标 远程目标 想活成这样子 可是单次的咨询目标 就会变成是 我从哪里开始做起 离这个机面近一点点 所以未来导向 就是目标导向 所以这个铺层 就是仿佛把渴望的生活 说得淋漓尽致 说得超级吸引人 这个动力就会被呼唤出来 就有点像刚刚我们伙伴说的 那个重要跟意义 会因为在这个铺层的过程当中 被呼唤出来 特别是我们来访者资讯的议题 绝大部分都跟关系有关 有没有 刚刚我们刚讨论目标的时候 我很想听他们说 可是我内在不够平静 可是我怕我给不出 太好的品质的聆听 当平静出来之后 我可以照顾到他们 帮助到这些我的好朋友 那他们会怎么 看我这个人 我的意义感就出来了 对不对 我那个很想要照顾你 不是不想照顾我 只是我一天很忙 当我想照顾的时候 可以很平静地给出照顾 那多好啊 当我这样真的做到的时候 又被懂了 那是不是就看到我自己的价值存在了 所以的确是 这个铺层很重要 让那个意义感 能量感 有被说出来 对我就是要这个 对这就是我要到达的境界 那就更确认 我要去这里 所以为什么要 差不多五到十分钟 就在这里 要铺层 要把感觉说出来 OK 好 老师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 我平时见到的来访者 他会 你假如说问他 假如有奇迹出现 比如说那个意志力很低的 假如说你有能力做一些事情 你会怎么样 我哪有能力啊 或者他会说 我什么都不会 然后会 那会出现什么事情呢 不知道 要是遇到这样的来访者 怎么跟他聊下去 用这个焦点 用奇迹询问的这个方式 我们来角色扮演一下 可以 可以 你第一个情境是 你设立一个情境 假如说 我什么都不会 就这样 这个 所以你很在乎 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你目前对自己的评估是 好像什么都不会 是这样子吗 对 我学习也不好 然后呢 在家里做什么也做不好 老被我妈妈说 所以我 听到 你很在乎 什么都不会的自责 同时我好像也听到 好像希望 可以有一些事情 会的话 好像会好一点 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 对不对 对 你现在最在乎什么事情 可以会一点点 那么多事情里面 那么多常识里面 你可能都有一些挫折 那哪一件事情 现在是你最在乎的 让我妈妈夸我一下 让妈妈可以看见你的好 可以夸你一下 是你最在乎的 就是夸我 不在我边上叨叨我 好 如果有那一刻 当有一天 妈妈真的看见你好 觉得花药的地方 跟你说 你最希望他跟你说什么 那后生不可能有那么一天 他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他都没夸过我 没有夸过我 所以觉得不可能 所以我同时听到你说 不可能 不可能 他从来都没有夸过我 我同时又听到另外一个声音 如果有 多好 如果有那么一句 多好 就这么一句 如果有可能 就这么一句 你最希望 他跟你说什么 跟我说 你还是很能干的 你再说一次 你还是很能干的 好希望妈妈说出 你还是很能干的 对 OK 当妈妈真的这样 跟你说出来的时候 你还是很能干的 那时候你听到的时候 都有什么感觉 会超开心 超开心 对 那天的生活 会有什么不一样 那肯定是最开心的一天 好 所以妈妈的这个称赞 对你的生活 起了什么样的效果 感觉有力量了 那样的效果 那样的效果 如果妈妈的称赞 每天都来这么一句 那你在你的生活 一周 两周之后 会有什么样 不一样 会跟着发生 可能会越来越好 会越来越好 对 所以那你会 看见你自己 哪里不太一样吗 这个称赞 一直都来 一直会看见自己不错 你会发现自己 哪里会越来越不错 我的心态 心情会越来越不错 我稍微做一下到这边 非常好 对 谢谢 谢谢 刚刚我做了什么 第一个要温柔的坚持 共情 他觉得 真的不可能 超级不可能 从来没说过 从来没说过 翻译一下 是什么意思 超渴望 他可以说 这个点点到了 他就会接了 有没有 所以 绝望到底 是最盼望的时刻 你要利用这个心理的动力的激转 就说 哇 不可能 怎么可能 所以当你说越不可能的时候 其实我听到的是 极度的希望 它可以发生 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 对不对 如果他真的有机会 真的这么神奇 就来说了一句 你好希望他说什么 就这么一句 他就愿意多说一点点 他说出来之后 就让这个效果 慢慢地让他铺陈出来 所以我们不要被他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打败 我们要知道这个心理动力 所以他在越绝望 越觉得不可能的时候 其实是越盼望 这个可以发生 OK 这样大概知道 那个翻转的激转怎么做 是 是的 谢谢林老师 像之前我可能会说 那有没有夸过你呢 有没有这么一次呢 是这样说的 那现在就是又多了一种方法 谢谢 我对你一讲 方法也挺好的 是我们后面要学的 问成功例外的经验 一般只会那么一个 谢谢 好 那不晓得 还有伙伴 针对奇迹询问 有没有什么要提问的吗 好 我再补充一个很重要的 你会发现 你询问奇迹询问 需要用什么样的语调跟口吻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成功 平缓一点的 缓和一点的 微柔一点的 平稳一点的 缓和 缓和一点的 对 温柔一点的 温柔一点的 催眠的语调 催眠之调师 就是一个暗示 带入一个积极的想象的暗示里面 所以和缓的 温柔的坚持 把他带过来 接住 带过来 不要否认他 否认他就跟他对立的 所以共情 听懂 接住 再温柔的坚持 听懂他的动力 再转过来 他就比较能够进入那个状态里面 OK 好 所以 对我来说 奇迹询问 对焦点 所有问句里面 难度是不低的 甚至我认为 它是难度最高的一个问句 可是你要掌握出诀窍 它就不难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实战考验 大家来练练看 OK 我们一样回到小组去 试试看 把奇迹问出来 那我建议来访者 让这个问句 可以比较可以运用出来是 讲个比较绝望的困境 会比较容易一点点 那你也可以试试看 一个不太 不太绝境的困境 看奇迹询问 会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都可以试试看 好 我们来练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